清除掉,清除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这个range 就从A2一直到B栏的最下面一列 自动把它加上一个clear context 这边其实前面也有用过,串接一个最下面侦测的就OK了 你就不用说写一大堆清除的指令 当然录制句集,它也会帮你录 不过我是觉得录下来至少会一二三四,总共五行 你自己写的话就一行,OK 当然以后的话录制句集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假如不需要了,你慢慢发现有些东西可以自己写 那你就可以慢慢脱离录制句集,自己开始来撰写一些东西 不过阶段性的,我们假设录完之后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加上注解 然后这个上面的注解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所以尽量你自己简单明了为比较前提 当然也可以多写一点 如果你哪些地方不熟,你可以多写一些 我看之前有同学写一堆 把注解拿来当笔记一样,写一堆 OK,没有问题 因为其实这一种学习的阶段 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把这些做完注解之后 各位也不要忘记说,缩排的重要性 有没有,4NES的中间这边都会有缩排 如果你没有缩排的话 将来其实我光看程式其实也是很痛 其实还蛮痛苦的 因为将来4在哪里,NES在哪里,就会找不到 接下来当然我们如果说这个做完了,然后清除 不过可能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你会发现 那个画面会闪动 有没有,那画面会闪动,如果你要不闪动的话 我们前面好像有讲过了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呼叫 Excel这个物件,Application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加一个Application 它里面呼叫它一个属性叫Screen Updating 把它等于什么呢,把它关掉 画面就不会闪动了 OK,不然的话像这边三个 如果你这边有30个,300个 那你又一直闪,一直闪 而且画面如果一直闪动的话 其实那个CPU跟GPU都一直在作动 所以相对的也会浪费一些系统资源 反而会跑的比较慢 那你把它关掉,会跑比较快 快多少不见,规定 那有绝对是比较,尤其你跑大量的资料的时候 你会发现快很多 那最后记得呢 在做完之后的话,记得也要把Updating 记得怎么样呢?要把它再打开 否则的话呢,它以后就不更新了 有些需要更新,它也不更新了 那我们把这个Screen Updating加上去之后 你会发现,试一下 刚刚会闪来闪去,现在会不会的 你会发现不会的 按下去,马上就帮你 就过来了 这个因为只有三页,看不太出来 将来如果你有多一点的页数的话 那就会比较有明显的差异 然后清除 再来的话就是说 因为你合并之后会有个问题 每个月份到底这个是日期 可是问题1234到哪个月份不知道 所以怎么办呢? 有没有方法可以直接增加月份 一月把什么呢?如果我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当我在贴上之后 然后在前面加上工作表名称 那原来是1234,后面再串一个日 OK,这样怎么做? 不过这个做完之后发现 像这样的格式好像不OK 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标准的日期格式 所以未来如果你要放在那个资料库的话 会被退货 OK,因为那你要怎么去计算日期 所以最好什么呢?可以用标准的按下去 全部都变标准 那要怎么做呢? 基本上我讲过了 这个后面的动作呢 都是利用VBA去写的 也就是你录完录制 录制聚集呢,它可以提供你部分的程式码 但是不能给你完整的程式码 所以怎么办呢?你必须还要知道自己应该在哪个地方做修改 所以这个地方该哪边改? 其实这个也可以见招拆招 怎么说呢? 这个地方,其实我之前也是这样想说 哪个地方是不是要 因为如果录制聚集 不能改的话 那这样子是不是要重新拽给程式? 后来又重新拽给程式 其实就是一个浩大工程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来做 哪个地方做修改?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一样啦 就是利用什么呢? 利用主行 比如说你可以想说 这个地方我如果把它资料复制贴过去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应该贴上之后再来做修改 所以理论上应该把要增加的程式写在这里 那应该怎么改? 比如说我们就不要改1月 算了,干脆改一个标准的 所以我希望能够串接 所以应该要什么? 在这边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一定是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做什么? 把原来的这个日期前面串一个年 再串一个月 月刚好就是跟I是同样的 一月刚好就是一 二月刚好就是二 三月刚好就是三 所以呢 你可以怎么呢? 在贴上的时候 跑一个回圈 for I 什么呢? 我们前面也写过了 所以入门班写过的东西 你可以把 把它写到这里 那 I 应该用过了 所以你可以换一个名称 for trade 然后可以让它往下跑 这部分可以试试看 贴上之后 我希望能够去变动它的日期 为标准日期 该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我是建议如果你要重新改写程式的话 我是建议你把这一段的复制 贴到底下来 我后面会加一个名称 让它做区隔 名称不要一样就好 比如说我这个是工作表合并底线 是产生标准日期格式 然后呢 把原来的留下来 再来做修改 不然如果你直接把旧的拿来改 会变成这样 旧的改了 好像以前怎么写 越写越多 可是问题是 你原来的东西 如果你要回头看 没有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建议的 如果说你要留下一些记录的话 建议是什么? 复制贴上来再来改 不要直接就改了 改掉就没有了 那基本上我们是在贴上这个地方 pass这个地方 底下呢 我增加一个处理月份的叙述 那我假设有贴上之后 我要做什么呢? 基本上 不是叙述的 for 每一个每一个去变更 那 当然我们前面是用那个i 不过i已经用过了 所以我用追好了 然后从第二列 到什么呢? 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用向下追踪 一样从a2 and 然后刮弧 向下 抓到了那个raw ok enter两个下ness 意思就是说 我贴上了 对不对? 那我要去处理 那怎么处理呢? 就是把里面的资料 就sales里面的 那个什么呢? i列的A栏里面资料 帮我串接完之后再丢回去 所以丢回去的话呢 记得一样是sales i列的A栏 ok 然后呢里面的话是放什么东西呢? 等于 当然前面是 假设今年 所以我前面就串一个2017 然后斜线 对不对? 然后呢几月份的话呢 就是串接什么呢? and用i 因为现在外面这个i的话 刚好就是他现在的几月份 1刚好就1月 2就2月 所以我直接把i放在这边 and什么呢? 再把什么呢? 把那个后面的部分 and 再把什么呢? 他原来sales里面的资料 帮我怎么样? 就是这个 帮我串在后面 记得 这个后面呢 因为还要加一个斜线 所以这边的话and 一个 这个斜线 ok 加一个斜线 然后呢and 他原来的资料 所以他会怎么做呢? 基本上 他会把这个东西 先搬到这边来 跟2017斜线 然后呢如果1月的话 那就1月 斜线 然后就搬过来1号 串接完之后呢 再丢回到自己的储存格 串完之后把它盖过去 那盖过去之后就是2017斜线 1月1号 一时类推 把2号 3一时类推 ok 那做完之后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呢 我们当然 如果你程式写完之后不确定 你可以设中断点 然后把它执行到这边 这个贴上了 然后来处理 基本上哦 你会发现哦 如果我处理这个 他现在里面只要是 哎 不对 应该是for i 等于 啊 不对 这写错了 应该是写什么 写追才对 所以有时候有没有 所以设中断点的目的是说 你程式如果 在还没执行之前 因为刚写完没有人保证一定做对 所以我的习惯有没有 没关系 写慢一点 然后呢 看细节 再来检查 ok 不然的话很难啦 因为你人脑跟电脑毕竟不一样 人脑很容易犯错 但电脑的话呢 你只要跟他讲的东西 他就会照你的方式做 不会打折扣的 他不会说我这边自己改一下方法 不会 不会像人一样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这个i不用改 好 那基本上呢 执行过 他会怎么样 把后面串完之后 丢回到这边来 可以看一下 这边执行 哎 有没有发现 串过来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会是一个标准的日期格式 那因为他串完之后 本来是一个文字 那文字有点像你输入完 那e sale里面 只要是你有2017斜线 斜线 有两个斜线 他自动会帮你转成日期格式 OK 虽然这边是自串 可是你丢过去之后 e sale他就跟你输入一样 输入完之后 他会侦测有没有这两个斜线 有的话呢 自动帮你改为日期 ok 所以呢一样的方法 next next 所以你会发现 他其实都要改什么 改这些东西 那我假设让他全部跑完好了 全部跑完 跑完之后呢 这些都ok了 再来的话呢 我一样 要做什么呢 让他贴上 所以呢基本上 他会把二月份的部分 使得向下 向下一列 然后再来就是二月份 不过二月份会有个问题 我贴上了 那怎么样呢 他又会从第二列 开始帮我处理 那会发生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他会 会重叠 有没有 为什么 他这边有没有 他等于就是说 他把他的里面东西抓过来 然后又串一次 变这样子 那不是越串越多吗 所以怎么办呢 其实我想了一招 这个也是见招猜到 所以我写程式是怎样 反正看到什么写什么啦 当然这好处是 你就可以针对你实际上的问题去解决 那 我的这边的解决方法是做个逻辑判断 if if什么呢 if那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的长度 如果他的字串长度呢 假如是 应该是多少 小于3 的话 有没有 他里面最多是2 1到30 最多是 字串长度 最多是 2个字 如果像上面这些字串长度的话 大概都会超过3个字以上 像2017这个全部加起来的话 这边总共有9个字 所以一定会超过 那我可以设定一个什么呢 如果那个 LEN 用LEN去判断一下 判断什么呢 判断这个里面的东西 他如果他的那个什么呢 他的LEN 他的字串长度呢 如果是 大于 我要进到里面是 应该叫小于 所以小于3的话 then 我才去做下面的事情 那一样 把他移到前面 我习惯按个TAB键 让那个中间的东西 让他下一阶 IF 也就是当他的什么呢 里面的字串长度 只有最多两个字 才会去做底下的串阶 否则的话就跳过 所以如果我今天 假如说我再去换下一个 刚这个地方已经错了 没关系 我下一个会不会错呢 基本上呢 他会去抓这个 2017的1月2号 那里面的资料 有没有小于3呢 基本上 他没有小于3 所以会跳过 不处理 跳过不处理 所以基本上呢 你会发现 等于是1月份的部分 就会全部跳过 那再来就是什么呢 2月份的部分会不会处理 那当然2月份会处理 所以基本上2月部分才会全部处理 那处理完毕之后的话呢 再换下一个3月 各位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呢 就会全部处理完毕了 但是这边有一个问题 另外衍生的 2月呢 今年2月有29吗 没有 有30 没有 所以基本上 这两个是应该是错误的资料 所以应该 理论上应该把它删掉了 不过这个大家讲一下 那当然你也可以自己用什么 用那个VBA里面有个叫 Is Day 去判断 如果 初穷格里面的资料 不是一个日期的话 那就把它Delete掉 OK 当然你这边是延伸性的部分 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主要是这一段 处理月份 里面的话呢 一样把 从头到尾检查一下 如果它的字串长度小于3的话 才去做后面的串接 其实基本上这个写法 我们好像以前在入门班写很多了 然后